不知道大家對於大樹這地方有沒有概念 希望藉由這支影片 可以讓大家在腦海中對大樹有更深的連結 那我們現在在的位置是大樹的榮木裡 那這地方有什麼特別的呢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後的這間工廠是中華豆花的工廠 那全台灣不管你在超市全聯看到的豆花 都是從榮木裡出生的喔 這裡有個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這個 不是因為它的檳榔特別好吃 是因為這裡呢因為它在中華豆花工廠的旁邊 所以它的有賣批發的豆花 那它一個豆花批發價才七塊錢 竹竹比超商還要少了一輩子多 榮木這個地方在其他的創生團隊 還有社區的共同努力之下 逐漸的變成一個有溫度的小地方 從特色小店的設置還有社區的彩繪等等 都值得大家來放慢腳步走走看看喔 接下來我們來到的是 舊鐵橋實地公園 AKA六小孩坑堂 為什麼這麼說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後這一大片草原 不只有球場可以打球還有腳踏車道 不管是站著玩趴著玩躺著玩 只要一個小時就能把你的小孩給帶回家了 公園裡也有像這樣的休息區讓大家逛累了 可以吃東西趁個糧休息一下 著名的小本愛玉在假日的時候也會營業喔 著名的小本愛玉在假日的時候也會營業喔 就是飯田風二帥營建造的 高平期水面寬敞 合流湍急 清建並不容易 但是因為當時的日本總督府 為了連結智唐閃葉新盛又繁榮的屏東寺 而極力推動這項計畫 是當時促使工程技術突破的關鍵之一喔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的景點呢 是位在九區湯火車站附近的 鳳梨工廠 台灣是水果王國 鳳梨也是其中之一 那你們有聽說過 台灣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有一段期間 是全世界產出鳳梨罐頭最多的國家 而這個源頭呢 就來自於日治時期 大樹這個地方呢 因為地理環境及氣候條件適合鳳梨生長 因此成了鳳梨的主要產區 而九區湯呢 因為鐵路中貫線設站的緣故 在前後設有十一個鳳梨罐頭工廠 以便運輸 而這一座太方商會的鳳梨罐頭工廠 成為了全台僅存的日治時期鳳梨罐頭產業建築 在韓羅大使道中非能建築 あれ是柳梨罐頭工廠 那還為主要的 那個人所要建築 誰會不會這會 導致的貿易 會不會有極力的 高雄市政府于104年12月开始进行修复工程 106年8月完工 也慢慢地在它的附近建立一些特色建筑 像是我后面的一沟糖咖啡 它利用在地的凤梨 制作出属于大树的专属饮品 再加上它简单又轻松的装潢设计 让人想在这里发染一整个下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